这再次证明 新冠疫情多点多地溯源 有充分的必要 接下来开展的溯源工作 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另有媒体报道称 一些欧洲国家早期病例爆发点 与美国军事基地有关联 病毒很可能通过武装部队 血液项目传播到欧洲 这个项目采取点 就包括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我们多次说过 德堡生物实验室 存在违规问题和泄露风险 令人称目结舌的事 本应防护级别极高的实验室 居然为了节省成本 使用一家有多次违规记录 和不合格管理历史的医疗废物公司 处理生物武器级别在内的医疗废物 有评论认为 美军人员及其冷链血液包裹 是欧洲新冠病毒预防工作中的一个漏洞 美方应正式并回答有关质疑 展现开放 透明姿态 让世卫专家组 来美国调查德堡生物实验室 让病毒源头的谜底 尽快揭开 最后我还想告诉大家 呼吁世卫组织调查德堡生物实验室的 中国网民联署签名 目前已经超过两千万 感谢大家